少石独神雕侠侣 目光只被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故事所吸引 可是当多年后在重温一遍经典时 才发现如果不是命运的魔力 杨过最终也许会和郭福长相厮守 说起郭福 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 她是郭靖和黄龙的长女 从小被捧在父母的手心里长大 骄傲任性 不懂人情事故 常常得罪别人而不自知 但她不像一般女孩子那么娇气 而且在家国大使面前十大体 容颜美丽却智慧不足 性格正直却不够勤奋 可以说是对她的重肯评价 郭福和杨过在十几岁的时候初见彼此 当时的杨过只有十四岁 是一个孤儿 每天过着鸡一顿饱一顿的流浪汉生活 小小年纪就常变了世间百态 这也速度和她放大不羁 桀骜不顺的性格 非常偏执顽固 两个同样骄傲的人 是注定无法在一起的 美满的爱情应该是两个人互补 一个从小被宠坏 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所有人都要让着她 一个从小缺少关爱 占尽了人世间所有不幸 觉得所有人都欠她 如果当初杨过对郭福多一起顺从 就不会去中南山 不会遇见小龙女 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诸多事情发生 二人在年少时相遇 少男少女本该是青梅竹马 但人生有时就是一场错过 命中注定般 两个人的误会却越来越深 杨过趁自己是郭福的未婚夫 毁了一个女子的清誉 招揽了郭福的不满 加上郭福又无以为小龙女要对郭湘不利 混乱之中说出了小龙女和尹志平苟和之事 被杨过善了一耳光的郭福一怒之下刺向她 而杨过又恰逢情花毒发作 无力抵抗 最终背端一臂 世间所有的巧合似乎都让郭福和杨过两人干上了 杨过对郭福的喜欢是出于年少的真心 毫不作为 而郭福的所作所为或许大多是无心之果 但的的确却给别人带来了不可治愈的伤害 甚至杨过和小龙女分别数十年也是郭福造成的 杨过本来在古墓中替小龙女运功疗伤 恰逢郭福等人来寻找被李莫愁劫走的郭湘 郭福发现了棺中露出的衣角 误以为是李莫愁躲在棺中 便射出了冰破银针 导致小龙女毒弱骨髓 小龙女知道自己时日无躲 便独自离开古墓 约定十六年后再见 一对有情人就这么生生分别了数十年 直到后来郭福才发现自己对杨过的感情 同时对过往之神满怀愧疚 但一切不能重来 读者只能无奈地感叹 命运的无情和冷酷 郭福和阳果